第 2 場 跑到最短途的 1,000 米 4 班馬 大家可以臨場看看頭場的周俊樂表現如何 以及頭場的黃圖葉初學馬放今次如何 我只喜歡 1 號的霸性 都看好葉初學今次的手馬 都說過了 由上季到今季都說這隻馬是死路程馬 都只會跑1,000 特別是田草 1,000 既見他前一次跑谷草 1,000 都開始見到 不是他最耍耍的路程 但也有些走勢 即是說幾隻馬都到 上場的谷草千義可以抹掉 今次跑谷草 1,000 最佳路程 還有減磅 還很棒的 給個 14 檔 應該都明刀明槍要交代 都很久沒贏過馬了 4 號的志在人身 我覺得馬房有些幫他轉型 他過往都是跑1,200 或1,400 但今季分別在3班 跑過一次1,000 前一次4班都跑過1,000 兩次都在後面追上來是有勢的 我覺得馬房是有這樣的想法幫他變形 今次是用馬房的必殺技 放一個歪殺技 當然二檔可能會棘手一點 我覺得他既然是中距離馬房 一再幫他補1,000 有些計劃 13號的進著時 選擇他最重要是看他上次 透過百多天 跑有飛的 再給多一點 都九倍開跑 那場狀態還不夠 但他還是輸2個多身位 那場我自己覺得是熱身的 今次回到1,000米 換個田泰安上去 應該會有些分頭的 但是刻意轉場打王牌 我覺得冷卻可以提防 始終他是一隻被見的馬 他的潛力多少大家都不知道 我覺得冷卻可以搏 反過來 也見到幾多的9號刀跑名區 那麽莫雷拉又跑過上場的賀明年 也是這樣 跑過第四名 不是太大的威脅 暫時能力也是差不多 他有潛質的 但暫時只有3歲 還未完全成熟 都是跑回1,000 我覺得3,3,4,4 都是這個位置 估計他 今場繼續博州進落 1號的霸城 2號的4號的自在人生 接著是13號進卓士 和9號的刀跑名區